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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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們這個單元第五個part 我們要介紹 如何來實作快速負率的轉換在CCS下面 因為我們之前學過的一些快速負率的轉換它基本原理 那在這個part裡面 我們要開始如何將這樣的演算法實作在我們的 TI的CCS的環境下面 好 那我們在這個part裡面 我們教各位如何做FFT的實作 那首先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我們取叫做 這個Unit 11-1 好 那接下來我們創建一個空白的專案 跟之前的步驟一樣 那這時候注意我們要添加下面兩個檔案 第一個是我們要修改這個command file 因為我們等一下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修改某些變數 加入某些變數 所以記憶體可能不夠用 所以我們在這一行 在command file裡面 找到這一行自串 我們把它這個記憶體的長度變大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在做FFT的時候 我們在做這樣的CCS下面的計算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懷疑說我們這樣做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提供兩種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用MateLab 或是說你可以用一種是Online的這個 軟體 Octave這個東西 那這東西基本上你可以用Online來操作 它的網址是在這邊 各位可以連過去 等於說你不用灌 像MateLab軟體 你就可以直接在網路上 Online的去使用一個 這個模擬的這個介面 然後我們在真正在實作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影片中 會看到我們程式在執行 那我們這邊先解說一下 我們整個程式 它的內部的內容 到底它怎麼樣來實作 快速複裂的轉換的演算法 首先這些看到的是我們的宣告 我們程式的宣告 第一行就是我們要加入Math.h 這樣的宣告檔的檔頭 接下來我們定義一些變數 一些常數 例如π 還有我們定義一些 我們程式中會用到 例如說這邊 SampleNumber 就是說我們假設的例子 我們做很簡單 做八個點的FFT 所以我們這邊就寫8 這個SampleNumber就是8 那接下來是LogNum 那LogNum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這個8 取以2為基底的值 就是3 這是3 那接下來有兩個sub function 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那接下來就是一些變數的宣告 變數的宣告 那我們趕快來看下去 主要組程式 這是我們的組程式 當Man檔進來之後 我們首先會執行一個程式 叫做這個 Unit for FFT 那主要是他要去設定我們FFT 演算法 像我們那些 Butterfly裡面那些參數 就是W那個參數 那必須先可以設定 那接下來我們 這程式中 我們自己產生一個輸入的信號 就叫做Mac Wave 你可以產生你自己的訊號 但是在我們的範例程式裡面 我們產生一個 就是一個方波 方波的訊號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有一個迴圈 主要迴圈是把我們的輸入訊號 輸入到這個F Wave 跟這裡面 那這個F Wave 基本上它有R跟I 代表時數跟虛數而已 那以這個例子 我們是以一個時數的輸入 所以它虛部部分都是為0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執行到 我們主要的演算法就是FFT 這個function 好 那這個function 主要它輸入的因素就是 F Wave R跟F Wave I 好 就是把輸入訊號 傳給這個FFT 這個function 最後我們從FFT 算出來的答案 好 我們會傳到這個W裡面去 然後我們再把W放回Data 好 所以最後FFT 算出來結果 我們會從Data裡面去看 看答案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初始FFT的係數部分 就是這個function 就是 unit for FFT 好 這個function 那這邊 這個function裡面有個回圈 它主要去設定 一些 這個FFT的係數 就是我們這邊看到的一個Wn Wn的東西我們之前講過 它就是exponential-j2pi3n 好 所以n就是怎麼樣 我們所有的FFT的點數 就是8 好 所以等於說我們 這個sine跟cosine table 就是來 表示這個W 因為我們知道W 是exponential 是可以表示成sine跟cosine 好 就是把這些sine跟cosine 的一些係數 好 先算好 先初始化好 那接下來 我們會進入我們的function 是產生輸入 那產生輸入的話 我們這邊就是用 make wave的東西 make wave的東西 所以這是 你可以看到input是0.2 0.2 0.2 這樣 等於說它有一半時間 sample number是8 所以它有4點是0.2 它另外4點變成0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計算流程 在我們看程式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用程式來實作FFT 這樣的一個演算法 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stage 因為總共8點 三個stage 所以各位看到說 我們第一個stage的時候 我們有算法是從這個XX 這個Botterfly先算 再算這個Botterfly 再算這個Botterfly 接下來再算這個Botterfly 這是第一個stage 第一集 那第二個stage是先算這個Botterfly 那接下來怎麼樣 是跳4點算下面那個Botterfly 而不是直接算 靠近它上面下面的Botterfly 是跳4點算這個Botterfly 接下來再回去算這個Botterfly 接下來再算這個Botterfly 接下來再算這個Botterfly 好 那最後stage是先算這個Botterfly 再算這個Botter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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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它演算法是這樣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到說 我們第一個stage 它最上面那個Botterfly 跳到下面的Botterfly 它必須每次就加 它index加2點2點2點 好 加2點2點 那第二個stage 它從第一個Botterfly 到下面的Botterfly 是加4點 每次加4點 但是 一開始index是0 加4點 各位可以看說 我們這邊 例子說 假設 這邊Botterfly算完之後 它的index 假設上面的Botterfly 左上角那是0 它算下面的Botterfly 的時候它加4點 因為跳到下面的Botterfly 好 所以看左上角那個點 它index多4 這時候怎麼樣 程式會再加4 但是加4會超過怎麼樣 總共的8點 所以怎麼樣 它跳回去 等於說 超過就不算 於是怎麼樣 它再算下一輪 下一輪就是怎麼樣 就是 算 index從0變1 變這個Botterfly 再從這Botterfly index加4 就變成 這個Botterfly 好 所以它的演算法是這樣 以最後一集來講 這Botterfly 它算完之後 它index加8 但是8超過8點怎麼辦 所以它跳回去 變成 以index為1 算8的fly 再加8 超過 所以它再跳回去 好 所以用這方式 來做我們程式的計算流程 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這個 配合我們流程的程式 我們再注意到 在程式裡面它有幾個 好 變數的設定 我們這邊先說明一下 它L就是123 代表是第幾個Stage的意思 然後B是怎麼樣 是2的L-1 好 然後分別 根據你的L算出來 就是B分別為124 那J是0 好 第一個Stage是0 那第二個Stage是01 第三個Stage是0123 然後最後P怎麼樣 P就是2的2次方乘上J 好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這邊我們來看B B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過每個Botterfly要跳 是跳幾個index 所以第一個Stage來講 它B是1的時候 它每次跳 是跳幾個Stage 它跳2B的Stage 以第一個Stage來講 2B是2 所以它每個Botterfly跳是跳2 跳2的index 那以Stage2來講 它B是多少 B是2 然後它跳是跳2B 就是跳4 所以誰說它每次跳4 那第三個Stage 它B是4 所以它2B就是8 所以它每次跳8 好 那J是什麼意思 J就是剛才講說 當你跳完之後 超過中點數8點的時候 它必須再回來 以第一個Stage來講 它不需要回來 因為它直接每次讓Botterfly跑就跑完 但是第二個Stage來講 它怎麼樣 它上面的Botterfly 跳4點變成下面Botterfly 接下來怎麼樣 它會再回去跳 再跳index為1的Botterfly 所以J就是等於1 再往下加4 就是J 就是怎麼樣 index變5 所以這邊J是有01 因為它兩輪 那最後Stage怎麼樣 它跳4輪 因為第一個Botterfly 玩加8點之後 超過8點 跳回去 所以J變1 接下來再加8點 超過再跳回去J變2 所以跑4輪 那P是什麼意思 P就是求Botterfly裡面那個W 那個係數 所以各位看到說 每個Botterfly W 你看它的係數 W08 第一個Stage W08 第二個Stage怎麼樣 是有W08跟28 那你這個P就是把這個值乘上J 因為你看到第一個Stage它只有W08 所以2的2四方乘上J的話 J是0 所以代表P都是0 那第二個Stage怎麼樣 是2乘上J 那J可能是0跟1 所以有可能P是怎樣 是0跟2 所以看到第二個Stage怎麼樣 你看W上面2跟0 會有兩種情況 第三個Stage它W會怎麼樣 是W08 W18 2838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看上面那個0 123 所以P是什麼樣 是2的0之方乘上J 那2的0之方就1 那J可能是123 所以這什麼樣 就是123 好 那W08那個W8 是我們剛才之前在初實化FFT的係數的時候 就已經初實化好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位元倒反 因為我們知道說當你算完之後 或是你可以做前面再輸入就倒反 或是輸出倒反 所以B reverse就是說我們來把位元倒反 好 那主要是這個程式就是說 我們先把它求成二進貴的方式 那求完成二進貴的方式之後 我們來算它十進貴的值 目的是怎樣 要做位元倒反 把素實填進去 好 隨便只是做這樣的概念 那最後我們這個FFT的程式 我們就來看剛才我們所講的程式流程 好 所以這邊看起來就很簡單 這邊顏色 highlight起來就是怎麼樣 我們要求一個 這個 B等於什麼 2的L次方-1 就在這邊實作 然後這個 P等於P乘J 就我們剛才講 要算那個 係數嘛 好 palfly係數 然後這一段程式講 是算我們到時候正在 Botterfly裡面的輸出 好 這邊看起來算很複雜 但是我這邊 把簡化 這邊我舉個例子 假設算 其中一個Botterfly Botterfly是有兩個輸出嘛 我們算其中一個輸出 因為我們Botterfly輸出裡面 可能會是複數 所以有實部跟虛部 就是DataR跟DataI 好 那怎麼來看呢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意思是說 一個Botterfly裡面會長這樣的結構 那WKN的話 這邊這樣可以拆成Sine跟Cosine 拆成這個東西 注意這邊 WKN裡面是有個負的 Exponential負的 所以變成Cosine 減掉JSine 然後再乘上 然後再乘上這個F1跟F2 那F1跟F2就分別是它Data 因為F1可能是個複數 所以有實部跟虛部 所以這邊看到F1就是DataR DataRK跟J J乘上DataIK 然後這W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係數 那F2也是一樣 那F2是因為它是後半點 所以會K加B B就是怎麼樣 點數跳一半 例如8點 B就是4點 好 所以最後得到結果是這個式子 所以這個式子就是我們當時 在實作的時候的式子 所以這樣講解起來 各位比較清楚 這什麼實作 實部續部是這樣 好 最後是怎樣 把最後求一個平方 就算它的大小 Magnitude 最後算Magnitude 那我們來看 我們那個 我們如何來撰寫我們的FFT 在CCS下面 那我們剛才有看到解釋過程式碼 那我們現在把程式碼 我們要再很快的看過一次 好 一開始是宣告 然後進入這個 我們初始 然後怎樣產生我們的輸入 好 然後 產生出我們的輸入 然後 最後 我們這時候看到這邊是FFT 好 FFT 首先看我們一下 我們一開始我們要 初始FFT的係數 就是這個地方 sin和cos table 接下來是產生輸入 我們輸入是一個方波 那方波輸入就是 0.2 因為總共我們這邊設8點 所以前4點是0.2 後4點是0 好 那看一下我們組成是最後 我們接下來會run是什麼 從 接下來會計算FFT 好 那FFT這邊 bit是我們代表 我們二進位的bit 的數值 好 那個二進位的bit 表示法 那這邊是做bit reverse 好 主要是先把每個bit 把一個數的bit 把那個index bit 算出 例如說2就是10 3就是11 算完這之後怎麼樣 把它轉成10進位 目的是怎麼樣 把資料放到 那個bit reverse完之後 的數值 放到sum sum 就是等於bit reverse完之後 10進位的數值 再把資料放回 放到這個bit reverse 之後的數值 那這邊因為我們先把 dataR放到RH I 再放回來 先暫存一下 好 這邊是FFT的 的程式 那LogNum 就是我們只能講 三個Stage 那這邊B等於B乘2 我們剛才有講過 J是得0到B-1 就是我們每個Stage要跳幾輪 循環幾次 第一個Stage 從上到下 做一次就好 第二個Stage 是做兩次 第三個 第三個是做四次 那J就代表說 你那個index要怎麼跑 第一個Stage J是0 第二個是01 第三個是0123 那K等於K加而比等於說 你要算後半部 不是有前半部後半部嗎 每次一個Butterfly結構 有前半部後半部嗎 後半部就是K加 K加而比的index 那這一段程式嘛 就是我們剛才上課 介紹的公式 怎麼樣推得這個 這個計算式子 我們剛才有 有稍微把一個數字 分成十部跟虛部 然後 W那個 Botterfly的系數 也可以分成十部跟虛部 只是Botterfly的系數 裡面內行是 is potential-J 好 二排除以N 記住有個負的 最後是把 撞完的這個負力頁 值啊 算它的mega2 存到W裡面去 好 存到W裡面去 我們現在跑看看它的結果 這邊有時候需要點時間 好 這時候它在跑嘛 跑的時候我們看到它進入MAN對不對 然後我們直接設中斷點 設到 主程式的最後一個 好 讓它一次run完 我們來觀測我們的 Data的值 那亂完之後發現Data的值 變成這樣 0.8 0.52 0 0.21 這樣 這是我們算完的結果 這8點的FFT 順算結果 然後我們同樣的可以用這個 Arctave去算 我們用Online去算 然後我們同樣的 用它內線的公式 我們去算 好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了 這個地方 Online的這個 Octave 它基本上跟MateLab很像 那我們首先給它一個輸入訊號 X 0.2 0.2 0.2 總共8點嘛 前4點是0.2 後4點是0 好 這是我們的輸入的信號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計算 ABS就是求它的Magnitude FFT 指定很簡單 就是FFT 這樣 那看這個 8個值 跟我們剛才CCS算的結果一不一樣 我們比較一下 欸 結果是一樣 結果是 第一個是0.8 接下來是0.52 接下來是0 那0.216 好 都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驗證我們剛才用CCS算的結果是對的 我們的程式是沒有錯的 OK 各位同學 在這個part裡面我們介紹 如何來實作FFT 通過我剛才程式的流程的講解 我相信各位同學一定對FFT的實作有一定的概念 配合我們之前所講的FFT的理論 各位就可以知道說到底FFT如何來實作 如何來產生我們所要的頻譜 好 好 那這個單元就介紹到這邊 那這個單元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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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